这是跳楼的那个人告诉你的 是 陛下 他说是齐王所书 是 陛下 张尚福说 家管之时 会有一宫人 将此卷轴当众抛下 那个宫人是谁 臣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冯恩应该马上就能够查出来 为什么不告诉朕 陛下 臣真的没有 朕是在跟太子说话 你如果说的是真话 那么在冠礼之前 你为什么不告诉朕 陛下 此事无论何情 都是因臣 尚未知分而起 令殿下忧扰 臣 师叔死罪 臣请陛下 许臣离情 大哥不要走 留下来 留下来 我身上已经背了不少罪名了 不想在背上不有兄弟 诬告手足这一条 等到那个轴子找到之后再走吧 啊 殿下 臣请知藩 是想顾全跟殿下的君臣之义 可陈若真写过殿下所说的那种东西 愿受天主 下有三思 上有君父 何劳天主 好了 找到东西 该炒再炒 当诸再诸 这一条 慢着 嘉义伯认得小人吗 江上宫 六宫宫人都有小人统侠 嘉义伯是外臣 请勿跃走行事 我倒想看看 统领六宫的江上宫 如何能够拦住我这个外臣 岳祖行事 陛下圣旨 命小人接管 请勿跃走行事 陛下 搜查尚服局的人回来了 奉恩 陛下 尚服局上下全部八十七人 都已居心 尚服局那已经搜遍 殿下说的人和东西 都没有找到 陛下命他去 陛下明知道他是 臣刚才说的话 陛下不会相信了 是吗 没有人证物证 凭几句话就让朕相信 让天下人相信 要三法司会用的 陛下刚才问臣 为什么不事先告诉陛下 臣就是害怕会变成这样 如果张氏醒不过来 陛下打算怎么处置臣 就算陛下不处置臣 朝廷也不会放过臣 陛下那个时候 会像保全大哥一样 来保全臣吗 被母不孝 为君不臣 那道讨伐臣的席文 如果臣没有事先声明 就当着天下人的面 抛了下去 千夫所指 群起公结的时候 陛下还会认为 有罪的是陈妈 爹爹 三年前 为什么不给我开门 陈朝圣 我后爹家还好吗 是 什么 听说 我给你逼中了 陛下在哪儿 陛下已经安静 小人不敢打扰 陛下 陛下在登皇宫 小人退下了 千夫 千小事 你别走 你回来开门啊 回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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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给我开门 开门 开门 放开 放开我 殿下 哥 我一定要进宫 让他开 长征有紧急军报 让灭城天子 开门 开门 王后 bén 开门 开门 消灭城天子 你怎么还不难 幻梦 更ınd 我真有罪 那天晚上应该留在宫里的 臣是昏定 看皇后还算好 臣 臣有罪 为了见皇后 让家义我谎造军报 夜开宫门 让军妇身处险击 在天下人面前 臣不能辩解分毫 可是为什么爹爹 外子心里面 臣就是想问清楚 在爹爹的心里 我 明天早朝 自己请罪吧 明天早朝 臣不会请罪 听关系 你 我冠军 你生命之后 如果天下人 海看到这个竹子 大哥该如何自处 我顾对过 于公呢 齐王是我的臣下 臣下犯错 我有教导他的责任 于死 焦丁堂是我的兄长 在天下人面前 我不能不保全他 张氏告诉我之后 我就模仿大哥的笔记 重写了一副轴子 让他替换下来了 江上公不管是烧掉的 还是毁掉的 是我的那一副 原来的那副 张氏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 就算他醒不过来 也没关系 加一波小匹现在已经在找了 搜 我的话是 大哥不相信 可笑 加一波就算再敬你 臣根本就没有写过的东西 他要怎么帮殿下去找呢 那大哥不妨拭目以待 明天早朝 看看我能不能拿出大哥的原件 陛下 陛下 尚服张氏 我说 醒了 好啊 你们两个既然都颜之早早 孩子 就先别走了 一起留下来听听吧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